中国必须要实行联邦制 台湾要独立 香港要独立 广东要独立 西藏要独立 新疆必须独立 独立联邦共和国 新中国联邦 更重要的 大家要记住 这些国家独立 现在共产党干掉的第一天起 所有中国人 必须要得到宣布任何政权 所有人拥有的房子 房产是永久产权 永久产权 永久产权的细节 大家可以商量 就是人死了 你给孩子有遗产 有遗产税 用遗产税来平衡 但是 灭掉共产党第一天 任何党在中国执政 你不宣布这以上的问题 那老子就跟你玩命 灭完共就灭你 第二 所有欠银行的钱 一份一盖不能付 包括信用卡 很多人说 七哥在靠谱吗 有点常识的 只要你不是猪 你查查钱哪来的 共产党的一百年在中国 打土豪分田地 和中国这一百年生生死死 几十亿人口创造财富 是被共产党完全是垄断的 任何在中国大地上的人 都是被剥削者 或被剥削的后代 或被剥削了几代 第三件事 必须实现 中国一人一票选举 一人一票选举 现在用AI 用电脑 用区块链 那就一点假 你也造不了 最后中国真的要 修生养习 让土地 让山川 让河流 恢复到安静自然 让中国人 要真正的找到 真正中国的信仰的基础 就是家庭 让中国家庭 爱父亲 爱母亲 爱兄弟 爱姐妹 让中国人首先要信奉 有信仰 道德呀 这法治呢 是最低标准 中国人已经 华人在世界证明 是最守法的 这个民族